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排除这巨大的压力 旅行业再次是脱颖而出 堪称最健康的解压方式 尤其是到了近几年 我国的出境游人数已经是达到了一组庞大的数据 平均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会选择出国游玩 而我国人在到达异地他乡后 纷纷都会拿这里与国内的省会相比较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也与此有关 最近几年去德国游玩的人数暴增 而德国的真实生活与国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游客纷纷表示差距非常大 每每提到德国 人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的发达 与精良的工业和制造业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与欧盟的强国 德国无论是在哪方面的发展 都位列世界的前茅 但你知道我国人在这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 很多网友表示 刚刚到达德国时 整个人都是呆呆的状态 由于生活习惯与文化的不同 在这里要适应好一段时间 但是最让人头疼的还是语言不通 众所周知 德语的发音是很奇特的 所以要想真正掌握这门语言 需要背后下很多的功夫 抛开这些不谈 当你到达德国后 你会被它的魅力深深吸引 当地有无数的风景名声 而且交通非常便捷 若是自驾游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你还会发现这里的高速是完全免费的 当大家都沉浸在美景中时 有一些游客会发现 德国的城市规模都不大 每座城市的常住人口只有百万左右 这在国内是一个限级时就可以达到 在询问过当地人之后 人们纷纷表示 德国大多数人都喜欢居住在乡村内 并不喜欢留在大都市 说到这儿 你可能会觉得诧异并产生疑问 乡村无论做什么都不方便 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 当你真正到达这里的乡村后 你会发现 那几乎相当于国内的别墅区 很多豪华的别墅与独院的楼房 几乎每一户人家最低拥有一辆汽车 其实由于德国的国土并不大 乡村距离市区也很近 加上当地的高度繁荣 住在乡村才是一种享受 在这里你很难看见 有谁家的院子里安装着防盗网 因为当地的治安几乎达到了滴水不漏的等级 随处都有警察在巡逻 在德国还有多项福利 可以说是很幸福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要说拜拜啦 如果感兴趣的话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小可爱们 评论转发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